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追我 请拿号码 排向宇杰 想追我的人 快点报名 王已录 我男友被爱哭鬼上身许可 男友比我还爱漂亮 艾维 他们到底爱过哪些人 不堪回首的往事开始啦 欢迎收看国光帮帮忙我去春棚 我是屈专闻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主题 大家好 我是佩妮 今天主题是佩妮 今天助理 還有湘音 今天的主題 主題是誰啊 先跟觀眾講一下 因為今天 所以我聽到雜音是不好意思 但是為了服務你們 我們要繼續照常錄影 對...好不好 因為我們懂 我們懂就是你們生活在 噪音之中的生活 對...好不好 沒有問題的 好不好 大家加強 好不好 好不好 你今天主題是什麼呢 天啊 我竟然愛上這種人 什麼話 什麼話 你幹嘛對號入座 我告訴你 這個是我叫他來敲的 我不想入座 而且今天我們來賓都是女人 對啊... 所以就是要罵男生的意思 也不是啦 其實他們可能就是說 在當初的戀愛的時候 竟然沒有發現 他的另外一半一些生活習慣 說不定是讚美 不要對號入座 而且說不定是讚美啊 天啊 我竟然愛上這種人 想不到 對... 太多了 想不到 Ivy 你談過戀愛 台灣戀愛 台灣戀愛就會變成這樣子 現在還有哪一個嗎 湯哥 問一問 妳可以說沒有啊 沒有啊 才怪耶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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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許可 最近... 沒有談戀愛 我再問一次... 那客人啊 沒有 看一下... 黃苡露呢 沒有啊 目前沒有 我才必須約人家 對啊 鄭苡文應該不會有吧 我沒有啊 你沒有 就是一直有人追而已啊 掉 這是什麼 最終的掉了 好 我們在這邊來聊一聊 不爽什麼 對不對 好 我們在聊一聊這個 在你們心目中 你們最受不了什麼樣的男人 對 真假的 好 大男人 大男人 個性大男人 對 有遇過這樣的男朋友 有 應該玩多了 不是我笑 不是我笑 不是我笑的 真的假的 大男人 應該也是很俗辣的男人吧 雲霄跟車都不敢做 不是 雲霄跟車都不敢做 自由落體會死掉 我們去玩啊 然後她是在旁邊看的 不是我笑的 我記得有一次是她 你陪她坐 坐了一次之後 沒有 我去 然後向你偉說 摸一蓋... 我以前說 我也是摸的 等一下 那個叫什麼 東京 對個巨蛋 旁邊不是有個遊樂場 然後我們兩個去玩 結果 現在那個自由落體會 這不可能... 然後坐那個雲霄飛車 那個已經瘋狂 那個是直上去然後下來對不對 我說雲霄飛OK 坐一次 我嚇人快死了 你再坐一次 走掉 不可能的 直接走掉對不對 個性 膽子大小是其次 是 最討厭的就是這個大男人嘛 大男人 你有遇過大男人嗎 有啊 她媽媽叫什麼名字 她媽媽 關她媽什麼事啊 那個交往一個多月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 對 妳是交往之後才馬上發現嗎 還是遇到什麼事情 因為之前在追妳的時候 他就表現很溫柔很體貼嘛 賤男人 真的在一起之後 他就很快就講到說 他想要對未來我們有什麼藍圖 就馬上講要結婚啊什麼... 會談到結婚應該都是真心 很愛你 很喜歡她 對 那時候也覺得還是... 當然還是... 對 那你以前跟我說 八年跟一個月怎麼比啊 對啦... 所以小康跟妳在一起八年 都八年中天天講要結婚就對了 沒有啦... 已經病了 好 結婚 還是妳在一起到第幾年 他才提要跟你結婚呢 最後一年嘛 對不對 提了他就... 那是暗示什麼呢 所以其實這是男生其中一刀 一個招數就對了 什麼嗎 等一下 不是... 不是他要閃 是他要閃 對啊 而且這是我跟小康哥出外景 每天不錄的 然後我們去海邊 我們去澎湖 他一個人就坐在大海抽煙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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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組大玩家 大玩家 對 因為我第一次去錄 他那一天他剛好就失戀 然後那一天剛好 我就還傻傻的一番棒 就說 總不是我後來一天都不敢講話 都不敢講 氣氛就很尷尬 因為他本來在現場就很兇 就說是大哥哥這樣子 然後結果那一天就突然間 就一直都不講話 路易 路易就躲在角落裡 默默的就走了 其實我印象好深刻喔 不好意思喔 愛得深了... 但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就是 我被感動了 就是那麼失常的小康哥 就不講話 那個去把外面那個鑽地的 拿來鑽玩家 不要...不要講這樣 我們為什麼... 等一下... 妳的大男人對妳做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他有侮辱到 我們演藝圈的人 我就很不爽 侮辱 對 覺得自己很有能力 照顧女人 然後他就會說 我就不懂 為什麼妳這麼堅持 還要做演藝圈 如果結了婚之後 妳就慢慢就退出啦 然後就不要接啦 妳想做什麼 我給妳錢 我給妳錢或什麼什麼的 我們就說對 我就馬上跟她講說 這不是錢的問題 是興趣跟成就感的問題 真的 我跟妳講 我們做演藝圈 我還會覺得說 如果妳愛我 應該是要先尊重我 跟我討論嘛 而不是用直接就否定妳的... 妳要用金錢來那種 對 衡量一個功夫的價值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什麼... 什麼跟錢多錢少沒有關係 那妳現在賺得這麼少 妳很高興嗎 妳很快樂嗎 我看妳沒賺多少錢啊 我給妳啊 我就火大了 那他給了沒 重點是... 就是他給我也不會拿 重點是給了沒 也沒有 那對嘛 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 就是最好 對 就說要給沒有給 對 我覺得男人就是 只會講的那個很糟糕 小孩子也就算了 男人 是 應該是四十歲男生一隻嘴巴 亂講 四十歲男生是因為火龍耶 對 你們都四十歲是不是 最近奇怪 早上看到人家叫我硬哥 硬哥誰啊 硬哥 我嗎 我懂... 應該是脖子硬吧 好 像是大男人 乾硬 須克松是乾硬 OK... 不喜歡大男人 不喜歡 那王以路呢 超不喜歡大男人的啊 也是大男人 有遇過嗎 我倒是沒有遇過很大男人的 我就覺得我還滿幸運 遇到的都... 這樣我算嗎 猴什麼 你會長嗎 可以 他... 我覺得你不算是大男人 你是脾氣大的 對 小翰哥脾氣還滿恐怖的 真的很兇 不是 等一下 Ivy妳也覺得我脾氣很恐怖嗎 沒有...沒有對我不好過 只是... 對工作的人 也看到對別人不好過 也沒有 那他是對誰 對空氣不好 沒有 我覺得小翰哥是要求自己 然後要求大家一起把這個工作 這個好 然後好好講 他在要求的時候就會臉很臭很嚴厲 然後可是我以前就覺得好厲害喔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 我很容易被影響 然後因為我的時候 接話接著不好想 他就會罵我啊 會唸我 那我這樣... 你罵妳 怎麼罵 我就說... 我怎麼罵還會問妳 妳會會講啊 妳會這樣嗎 然後我就不對嘛 走路不是這樣走的嘛 走路不是這樣走 妳就看你屁股看什麼啊 可是他都是真的為了為我好 然後他就會因為... 真的... 然後他在現場的時候啊 他就會覺得 為什麼工作人員 可能沒有做好很多細節 他會直接開罵 他會直接開罵 然後他直接啪哩啪 罵了一大堆號 我是三二一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 我還持續在 他剛剛在發脾氣的狀態 然後我就... 還不動妳 我... 就是跟你閃 我才情緒不好 我怪人家 是吧 許可... 我不喜歡膽小的男生 膽小 你說怕鬼嗎 你說雲霄廢車嗎 怕鬼 怕鬼啊 然後怕蟑螂 然後怕坐雲霄廢車 我等一下... 等一下... 不然以為只有妳不會攻擊 怕鬼 每個人都怕鬼 跟怕蟑螂 跟怕... 就是男生... 我不是語蕎飛車 自由落體 就是男生應該有男生的褲子 但是就是不能說 我有遇過一個男朋友 是怕蟑螂怕到他 那個晚上不上廁所 他裡面到外面去... 那我怕這個幹什麼 不是啊 手抓蟑螂還是怎麼樣 無聊 手抓蟑螂 來 有一個家有老鼠 你跑得比我還跨 你跑得比我還跨 我整個生事 我整個生事 我覺得不然這樣 對 我先被老鼠傻住 第二個傻是 他怎麼跑得比我還跨 我傻住 好啊... 因為會覺得沒有人可以保護 對啊 因為我也遇過 就很膽小的... 很膽小的男生 而且他們一定很大一隻 很壯 180頭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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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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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說是五言無故 就有看電影哭可不可以 看電影哭 然後還有 跟你吵架的時候也會哭 就是你可能跟他口氣 真的 沒有... 沒有... 我是分手才哭 就是當他沒有辦法再講話 當他辭窮的時候 他就哭了 真的嗎 就是他辭窮 然後會轉過去 就有一點點背對你 但是他會讓你知道他在哭 他會這樣 好討厭喔 他在演戲喔 他越吸越大 真性情喔 把酒拿來 不是 看電影哭都不行嗎 看電影哭 OK 但是看鬼片不能哭 鬼片不行 誰要看鬼片哭啊 好可怕 嚇哭的 然後第一次我們一起出去的時候 我就是... 因為我女生都會比較喜歡 愛看恐怖片 然後我們就是看 男生老師愛妝說 對 那五秒 然後明明就是想想想想想想想 然後明明就是害怕 然後我就看到他 就發現他在醒鼻涕的感覺 然後我就看他一下 然後就發現他眼眶紅紅的 那個恐怖片是很感動的嗎 不是 他就是一個韓國鬼片 然後在講鬼紅鞋 就是只要穿紅色鞋子的女生 都會被腿看斷 沒有 你那個時候在交往嗎 他在... 對... 接下來很多次 反正只要出去的時候 我看到...就余光看到他 他總是以這樣的眼神 在看電影 他不想看清楚 怕鬼 超怕鬼 不喜歡膽小的男生 那... 你去全世界找一個人 有人看到鬼男 有這種人 陳文明 陳文明 吳龍哥 要有那種下巴才有那種... 你現在有點怕說 不會啊 沒關係 大膽說出來 我最討厭的男生 應該是太愛美的 太愛漂亮的 就是自己還愛的 那還好 就是那種出門之前 會一直換衣服... 然後就一直在前面這樣 然後... 很喜歡攬鏡製造 會 然後那時候這個... 穿這個會不會線條還不錯嗎 然後還是換一個這樣不配啊 還是我應該換一個手錶嗎 就是一直問...問題 可能換... 我有一次 我是那種五到十分鐘 我可以就出門了 出門了 徐哥 你教過男生跪在公車站牌下面 哭的那種 就超愛哭啊 就是我講那個跟我吵架 就我們馬路上 在等公車那個站牌下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 發生一點爭執 那那時候我在等公車 然後他就是 只要是磁窮的時候都會做磁窮 對 然後我們就是 已經吵到一個爭執點 還滿激烈的 然後那時候公車來 然後我不可能不上公車 我就上公車 然後他就... 我就眼睜睜開那樣子 好明顯 就跪下來 就跪在那邊哭 司機先生還以為他要上車 然後司機先生開了一下 然後他停下來說 你朋友不上車嗎 我說 還那麼好亂精采的 對啊 好像也是 不要走 你男生還不上了啦 他這樣太愛哭了啦 我跟你講 他現在在看電視 不要講 我怎麼進去 太愛哭了 這個眼光太偷偷了 那妳後來怎麼甩掉他的 就坐公車一直走 最後我們就談分手的時候 也很可怕 談分手的時候是在考場 然後他... 對 他也哭 然後而且是那種 我們考完就上一堂 然後敲鐘了要進去 每個人分發的考場 然後就聽到有一個人這樣子 然後從考場這樣走... 走...走到他自己的房間 走到他自己的考場去 Oh my God 對 他就是很雞雞雞的一個人 然後我不收他禮物 他也會哭 對 你為什麼要拒絕收我禮物 你到底不知道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找嗎 感覺他很像女生 對啊 很可怕對不對 他是哪一國人啊 他是... 台灣很少有這樣男生吧 因為我遇到了 他是有演舞台劇嗎 沒有 我一直很愛哭 非常非常愛哭 可能比較感性吧 你們在一起多久 跟著男生 一年... 對 差不多一年 很過癮 真的 他都在哭 剛開始不覺得啦 對 你剛開始是看上他哪一臉 哭... 愛哭 他就... 我不知道耶 喝醉 剛開始不覺得 那就應該付出代價 OK... 好啦 那請問一下 你們曾經跟你們... 這個人他的個性 其實不是你喜歡的 但是你跟他交往過嘛 比如說像剛剛那樣哭過的 就是那個愛美的 愛漂亮的男生啊 因為一開始他完全不一樣 一開始他...他本來是很胖 很胖 練成很壯 很像說胖 就是像一個球啊 就是胖子就對了啦 差不多可能一百... 我覺得超過一百三十 像榮祥一樣 一百三十公斤 像榮祥一樣那麼胖 真的他肌肉了 他不知道榮祥... 白雲你知道嗎 不像白雲跟Tone不一樣 他是墨西哥人 你看那個...他老墨在一起 所以他是有點壯的 像摔角選手嗎 他有玩美國足球 可是他還是... 他就是很多肌肉 可是肌肉包住一大層的油脂 為什麼你們會在一起 是他的體貼呢 因為本來我們是...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然後這個時候 我是從來沒有交過男朋友 然後他喜歡我可能兩三 你第一次給老墨 不是... 初戀... 對啊 可是很多... 因為他很多朋友給我壓力啊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很多朋友 就是最好的朋友 然後就是他就說他很愛你 就是給他一個機會吧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反正我們的朋友很好 我在想說不定 這個就是談戀愛的感覺啊 我搞不清楚啊 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啊 然後在一起一陣子 他就開始有壓力 他就過了可能一年 他就瘦... 瘦得...變得就是身材很好的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 所以我真的... 我比較喜歡他胖的時候啊 我其實... 因為我會看個人戲 可是他真的完全變了 然後他就一直太在意自己的身材 就很煩 所以我跟你講 跟男人在一起喔 一定要跟那種瘦過的男人在一起 那種沒有瘦過男人在一起 有些人像他那個沒瘦過 小時候也瘦過吧 他跟男人沒瘦過啊 榮翔瘦過了 他是瘦變胖的啊 屁啦 從小就這樣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你很討厭膽小的男人 但是你交往過 我不曉得上... 等一下 妳讓死我看 不是 我覺得 像他那樣是膽小嗎 如果是的話我的標準 就應該是那樣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一樣就是有一次... 怕阿飄有罪嗎 不是怕阿飄 就是很好笑耶 我們以前就是那個 我記得 那時候是在學生時代 然後我們就是大家會玩那個 過年的時候會玩那種 沖天炮啊 互相射來射去 然後一次可能都好幾百發 一起往妳這邊放 然後妳在... 我們這一邊再放別的地方嘛 我記得那時候 我跟我男朋友兩個人就說 我們就一群人各分兩派 我說好 隔壁... 我們這邊剛放完泡過去 然後隔壁那邊就 也要...正要放泡過來 突然間沒想到 他們放那麼多 可能有兩百多發 我就嚇到 我就說 好恐怖喔 寶貝 趕快走 一轉過去 妳怎麼不見了 妳走在車後 什麼事 她有這樣 她也這樣嗎 對 她也太誇張了 連花紙啊 我上班間我覺得好受傷 因為我一回頭 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要抓她一起跑 然後一回頭她怎麼已經不見了 然後已經離我大概 好像三十公尺以外的車子後面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這麼膽小 還這麼大一隻 然後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可是也覺得很好笑 然後有一次又一起去跟... 我們就跟她的家人 我們一起去坐那個... 那個也是... 六浮車啊 六浮車 對 自由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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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那個 我記得我們就一開始先做 旋轉木毛 其實怎麼會做旋轉木毛 然後就知道旋轉木毛 上面就玩高高 然後就說好... 反正就要旋轉木毛 上回來就拍個照好了 那她說那其實應該刺激一點的嘛 那個...大...那個叫什麼大... 大怒神是不是 不是...海盜船 海盜船 專門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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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看好笑 我就說海盜船好好玩 她就說還好吧 那也沒有很好玩 不過就晃來晃去 我說好嘛 那我們去坐嘛 然後她就跟她哥哥兩個人 就坐在比較下面 然後我們另外兩個女生 就坐好上面 YA 手要放開對不對 放開YA 放開心的 然後就... 然後呢 運輪以後就要去玩那個什麼 澳空... 澳空聲音 澳空聲音我就說 好酷喔 因為它是一個聲音很可怕 很直的 然後這樣會旋轉上去 她的椅子是掉在上面的 對...我說 完了 好想上去 在上面最高點 這樣往下看 應該很正點吧 他說有什麼好玩的 你們女生很無聊 不過就飛當時在飛下來嗎 他說要去吃飯幹嘛 講了一大堆理由 然後就是一直不做 我就覺得好不對勁喔 她應該不是這樣的人 我就說 可以不會 妳是害怕吧 我說如果妳現在不上去 就是害怕囉 好嘛 然後就上去 然後就突然間 她就一直都不講話 臉就很臭... 然後她就一直在那邊摸啊 摸那個... 手汗 然後就一直摸那個牛仔褲 我就知道好好笑 然後原來是害怕 可是我就是 我也是整人的心態 我就覺得我想看她 因為她說她不害怕嘛 那害怕那我就說 那妳不要做 可是她又不是 就死壓日子的硬 然後就兩個人就一起坐上去 的時候 然後一 準備要飛上去 就隔壁就突然就 媽... 媽... 王的男人 她真的有了 妳就一直轉過去看 好可憐喔 好丟臉喔 然後我在大聲 不要打開我 你去講我 OK 然後我就大聲 然後一上來 我就看到她 我說妳不要這樣 沒關係 現在小方有這樣嗎 飆淚 飆洪水嗎 小方這邊是 好丟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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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那個是不夠怕 像我是已經沒有辦法 出聲音了 我跟妳講 我創過這紀錄耶 六五春大怒神對不對 六五春... 我是慢慢的滴滴滴滴滴滴 上去對不對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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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好玩喔 居然有這種慢慢的大聲 這麼好啊 我跟你講 那更慘 我想說真的假的... 觀眾朋友 康哥 我知道 害怕了 那個...上去的時候你知道 我剛開始開始 我跟你講 待會兒我真的會很害怕 然後我旁邊的女人說 真的假的 到一半的時候我已經沒有聲音了 到我快頂了 然後我旁邊一個 小孩在那邊這樣 你看 他不到上面卡一下你知道 一卡 然後不要... 這樣還來喔 不是很高喔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我寧願一記下去算了 然後... 因為留在空中太慢太久了 對 然後... 不是到下面嗎 然後他就... 好...這樣可以... 然後一開門我就走出來 我就... 後面有我裝的 但是... 我真的太怕高了 居高症啦 不是膽小 對 會覺得好笑... 對 這樣講可以吧 居高症不是膽小 好不好 我真的... 我真的太怕高了 就是膽小 我聽不下去了 我人生就兩大穴道 一阿飄 二高 你怎麼怕鬼啊 那蛇跟蟑螂呢 老鼠呢 老鼠呢 老鼠 老鼠比 就是那種一進門就會開始 邊脫褲子 然後邊脫上衣 然後零錢 掉地上也不撿起來的 就是交完以後 發現這個男生 是這種生活習慣 對 而且一教二教八年 真的是披抗大會 小張是這樣 你沒去他家嗎 怎麼可能不知道 不是 我有跟他回去過啊 可是他沒有這樣子啊 一進門就... 他以前都變成這樣 沒有這樣啊 你是男的 我脫什麼東西啊 極了 你怎麼會這樣 而且我以前有個怪毛病 就是 我從高...高中的時候開始 就是我零錢回家 我就丟到我房子 我就自己房子 我就丟到地上這樣 亂丟...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滿地都是錢 那我見到是不是很... 就發了就... 然後我爸見到 你是丟一地錢幹什麼 我說爸 你不懂 滿地都是錢 然後被抖 可是你那時候跟他講 你沒有勸他嗎 每天講啊 沒有用啊 沒有用 然後我就算 不講 我就收啊 戀愛中的男女 其實都是盲目的 那都不是缺點 但是你現在聊 你會受不了 以前你八年也這樣下來啦 對不對 所以可能那時候我夠愛他啊 所以我忍受下來啊 但是... 那是因為你們沒結婚 你才講成忍受 今天如果你們結婚了 你們就不是忍受的狀況 今天如果結婚了 現在還在戀著 真的 我現在家裡多乾淨 我跟你講今天他們如果結婚 他就不會上這一集嘛 天啊 我竟然愛過這種男人 真的耶 真的耶 所以我跟你講 這講到最後都是 戀愛不成功就怪男生 對不對 沒有 你們下次換一批男生 講女生的時候還不是一樣 男生沒有這種男生啦 不會上來講女生的 有啦 真的耶 我們男生就講 天啊 我這麼愛他 你們有沒有教過那種 會出口成章的男生 他... 他也好帥喔 真的耶 他真的就是這樣 出口成章 對 然後我們同學 什麼情形 什麼情形 對 任何事情 他就是很喜歡就是 然後我怎麼同學會嚇到 那種 同學都是乖乖的那種 對 而且會覺得說 他是... 因為那時候他是偶像嘛 對... 然後他就覺得他是偶像的 出口成章界的偶像 對啊 就會嚇到啊 就嚇到啊 那時候剛開始交往的時候嘛 這樣子 對 他真的覺得這樣還好耶 這樣還好啊 張張話耶 你那個得罪人 不要 就還好 只要不要對我爸爸媽媽這樣 在我爸媽面前 我哪敢啊 那你那個男朋友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出口成章 我真的是另外一種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每一件事 要打給他爸爸媽媽問 好煩喔 打給他爸媽問 對 尤其是媽媽媽 媽媽媽我現在肚子餓 我應該吃什麼 還是...那這樣 那我應該去哪裡 那...應該 就是... 然後我今天真的很誇張耶 因為一開始 我第一次看到他問媽媽 就是打給媽媽 比較還好是那種 媽 我老實說 我這個成績不好 我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男生很貼心喔 就是很乖 我就還滿感動的 因為感覺他一直聽媽媽的話 可是之後就越來越多 那種... 媽 我今天在穿什麼 我今天...感覺我穿得不對啊 我是不是明天應該穿 因為今天好像 穿外套有一點厚 然後我明天是不是也會厚 就感覺這個男生 什麼都會做 我現在想小便 那我應該要在褲子上呢 要在車上 他一定在家裡做的 你也會這樣嗎 以後你女兒長大對不對 如果交男朋友 你最在意他的對象 什麼條件 最在意啊 對 就不可以有這種... 不可以有這種缺點是不是 對... 我覺得大男人嘛 大男人... 對啊 就欺負你女兒 對啊 大男人...對啊 就是女孩子一定就是慘 連我都看不慣大男人 對 我覺得大男人是最嚴重的 這幾年我們台灣還好 我收到消息是 韓國跟日本人 男生比較大男人 我們台灣男生通常都不會 而且很多人講說 你們台灣男生很好耶 就說你們台灣男生 在談戀愛的時候 跟在對女人的時候 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其實外國人也喜歡 教我們台灣女生啊 不是 你在怕什麼嘛 我們在講男生 我們沒有人是不喜歡你們嘛 我們比較給我們台灣男生一點 對不對 形象嘛 沒有...我真的覺得台灣男生 比美國男生 向羽杰小姐 冷靜 好冷靜 妳剛剛說的 我真的覺得台灣男生 比美國男生好 因為我在路上 我看到很多台灣男生 像幫女生拿包包 拿包包 打開門啊 沒有... 我也不行 等一下 小康跟你談戀愛那八年 他沒有幫你拿過包包嗎 沒有 我會幫他提東西不提東西 對 我覺得拿包包 提東西可以 但是不能是包包 我拿包包三秒 我就已經開始不行了 因為女孩子的包包其實又不大 是小小的 然後那個男生穿得帥帥 還沒有肌肉包 盯著你的包包 妳可以拿得很帥啊 我可以大拿 也不能小包包 然後整個整個這樣 宗教重物這樣走 可以提重物幫忙提重 沒有 我是看願不願意啊 因為我也不喜歡 可是我看到這麼多男生願意 我覺得這表示台灣男生 還滿貼心 厚度的貼心也很可怕 例如說你穿太短的裙子 然後他會把你的安全褲 拉到比你的裙子還長 然後就是說 我穿是安全褲 不是內搭褲耶 對 然後或者是他會幫你 準備一條比你裙子還長的安全褲 然後這樣穿的 他是不想要你穿太短的 可是... 他男朋友可能覺得他太正了 長得太正了 但是有點管得太多了 對 然後誇張是 例如說騎機車 然後我們女孩子 如果穿短褲 就比較短一點的褲子 然後你可能會戴薄外套蓋著 他可能覺得不夠 薄外套可能不夠 薄外套我就拿... 蓋什麼蓋啊 對啊 他拿雨衣讓我穿耶 而且他沒有穿 對 穿雨衣耶 熱死了 對 就太貼心了 貼心到... 這不叫貼心嘛 這叫做神經病 這太體貼了 這個是太...把你當他的 Over... 戰友慾太強 保護過當 還有男人討厭 我也很討厭這種男人 什麼男人 小氣 有嗎 你們有教過嗎 有 沒有 這個就應該不是小康了吧 不是... 對不對 他怎麼樣小氣 就是我們一群女... 他就硬要找我出去 可是我說我跟我一群女朋友 約好要去唱KTV 他就想要跟的那種感覺 那我想說 好吧 讓他來一次好了 結果那次來結果 其實也沒有很多人 我們就四個女生 零他五個 他一個男生喔 然後我們那邊有叫一些 晚餐嘛 就吃一些東西 然後結果叫三瓶啤酒喔 你想想看這樣會有多少錢 沒有多少錢嘛 他突然通常一個多小時之後 就跟我說 就他先走 那一般人都會覺得說 就幫你照顧這一圈了嘛 正常 因為有多少錢 可是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到說 他一定要去這樣做 我說好 你有事 那我就送你到門口去 就走了之後 一進我的那個包廂 我的女朋友就說 走了喔 我說對 他說 那他這一圈有... 他剛剛有沒有表示什麼 我還沒有反應過來 他說... 他有付他自己的錢嗎 也沒有 然後我就說 表示什麼... 他說 他連自己都沒付就走掉了 好奇怪喔 然後結果... 在禮節不會忘 我覺得這是禮貌耶 然後後來就我朋友 每個都對他很唾棄 就說 我有更誇張的 我喝再醉 我喝到那個私藝 我還是會先付錢再走 對 我覺得很難看 我有更誇張的 妳怎麼樣 算那種 他們會算每一... 每一個人喝了什麼 吃了什麼 類似 像有一次就是可能 兩三對的情侶 就是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然後就是分... 可能譬如說 如果我們是22塊點33 這美金 他可能會算到那個... 33塊 對 就是11... 好 我都出一個 就是我出... 好辛苦喔 對 就我出16 很計較就對了 我出17 你可以出16 可是他這樣覺得 因為他這裡很大三 因為他... 一毛錢 每一毛 很小氣 不是 你講一毛錢 講清楚了嗎 不是 真的嗎 這就是一毛錢 我遇過一個小氣的朋友 他年紀比我大一點 然後我們男生都出去喝酒 就是一定會兩三拖嘛 然後最後一拖一定 可能就比較... 開銷會大一點 然後每一次喔 奇怪了 到第三拖他就... 喝一喝就睡走了 你知道嗎 尤其快買單的那個階段 他就... 然後我們說 算了 不要吵他 我們買一買 就走了 好幾次喔 我就發現 怎麼一到買單的時候 就睡了 就用大拖的 你知道 就睡了 然後我就 他就說 我們不要吵他 那我們也不要買單 我們就走了 我們就走了 天天打到來翻臉生氣 你們為什麼不買單 為什麼不叫我 不是啊 不好意思叫你嘛 你偶爾買一下會怎麼樣 什麼會怎麼樣 很貴耶 好嘛 下次就會叫你了吧 對啊 怎麼說 這一招很爛 你知道 對啊 裝妥 對 我有一個朋友的男朋友是 然後他就是每次出來 然後... 因為我們出去我們常常都是 就是各付各的沒關係 不用誰請 然後比如說 到他們那一隊的時候 然後他可能就會說 那今天多少錢 我錢帶不夠 然後就叫他女朋友先付 就叫我們姐妹先付 就一次這樣 兩次這樣 你就覺得那是怎麼樣 就我們也沒有要吃你的啊 可是你怎麼每次出來 你就知道要來上歌 你要來... 要來就是喝酒 或者怎麼會錢都帶不夠 要不然就是說那有事 他就來跟我們一起吃個晚飯 然後吃完晚飯或是唱... 有事先走 唱歌唱一唱說 接下來你們女生的局啊 那你們聊天 我就先走 可是他起密已經跟我們一起 混那麼久 是喔 喝啊 也都差不多了 然後他這樣先走 就說我還要回去加班 我就覺得這樣就真的 很遜耶 我們就覺得... 就被你們發現了就對了 太長了 就你也不要每次老師拿對不對 要換一招對不對 錢包錢帶不夠 我跟你講 做男人要做到就是 你不要再付了 那你們有沒有交往過那種 你們自己很愛這個男生 可是你旁邊的姊妹套不喜歡呢 我跟你講 姊妹套... 有沒有遇到這種情形 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在剛認識的時候 就會先帶給姊妹套了 真的 不OK的時候 根本就是覺得他跟我朋友辦法 沒有辦法相處 我們就慢慢就淡掉了 先把他過濾掉 對 那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好朋友 然後他就...因為我們就 幾次這樣以後 他就自己就先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就先交了那個男朋友以後 我說你交男朋友啊 他說對啊 我說難怪最近都比較沒出來 然後想沒關係 反正姊妹交男朋友 在祝福人家 然後結果我就問我另外一個朋友說 妳看過男朋友 他說對啊 我說那怎麼樣 我說人不錯嗎 他說我不會講 我說為什麼 我說不好嗎 他說不是 只是有點像外星人 我說怎麼了 他說他講得很像加油阿福 不是 妳知道嗎 已經講得很像熊跟鱷魚的 混合體的一個電視影集 是人嗎 就不是 他是外星人 是人嗎 這是人 然後看男朋友長得像外星人 我說真的喔 他說對啊 而且就也是吃他的 用他的 然後他就感覺不好 然後最過分的就是 有一次就是我們 比如說我們一起出來 然後他男朋友就很愛遙控他 明明我們大夥一起出來 然後他也不在台北 他可能在高雄 或者在台中在忙 可是他就打電話給我朋友說 你現在在幹嘛 你跟誰...在一起喔 不是 你跟另外一個人在一起喔 你現在回家 那你不用看家的喔 不用看家狗啊 然後我就聽到他講 就是你可以聽得到他 他的電話裡面兩個人在爭執 然後結果我朋友就掛完電話以後 就真的就說...哭 然後說不好意思 那我先回去了 什麼病啊 然後我就... 我們就真的很氣 就覺得他怎麼會... 就哪裡想不開 怎麼會被男生... 對 就叫他每一次喔 都不讓他跟他... 他就不讓他跟我們在一起 然後都要叫他自己在家裡 然後就弄得久了以後 我們一開始就覺得 會不好意思 那算了 因為他們吵架 那就不要找他出來 可是我覺得久了以後 就會變成他沒有朋友啊 我最討厭這樣的人 不是 是男生的問題嗎 男生... 很奇怪啊 可能沒有安全感吧 對 小女人沒有問題 這不可以跟外星人在一起 對 不要跟外星人在一起 所以最後他們是怎麼分的 就分手了 就覺得真的很不適合 就也偷偷拉拖了 拖了大概一年 然後就分手了 因為我們就真的都不看好啊 我以前在... 跟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男朋友會打過來 然後他... 因為我們那時候 他已經念大學 我還在高中 然後他就會打過來說 你那麼早就談戀愛囉 你高中高 十二年級 從今天一開始問他 你教過得來就有 太早了 我們都三十幾歲才談戀愛 你耶 對啊 之前都玩的 你耶 你真的... 你還在說什麼 你還在說什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憲勢發...不好意思 我沒開玩笑話... 不好意思 他一腳就出事 掛起來 用不到的道具 以後不要打過去 不好意思... 現走啦... 海裡 開心啦 大家 好笑 就是... 然後他會說 我知道你在這邊 然後我知道你剛剛在這裡 幾分鐘 你從幾點到幾點 我說這樣 OK 你知道 就是我沒有在幹嘛 然後也... 更好笑的是 你怎麼知道 然後他就說 我有很多資料 我就... 很奇怪 他說我有很多朋友 然後就發現 我發現他叫很多朋友跟蹤我 然後一直記我在哪裡 怎麼在幹嘛 然後打... 就是打給他 報告給他 他老爸是FBI的 對不對 我真的不知道 他有病啊 然後我的朋友 我的姐妹 他們就在旁邊 然後他們就看得很不舒服 因為他們也覺得 我們沒有在幹嘛 我們有那麼不好嗎 然後他們就是會提一下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 打算跟他分手 然後分了之後 我發現果然是 可是他一直懷疑我 沒有 他為什麼要注意 你隨時在哪裡你知道 因為他正在屁股 真的 他不需要 真的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 我們換一個例子 對... 另外兩位呢 我有不喜歡男朋友的男朋友 然後最後才知道 是因為他男朋友 就是他也是... 就是我朋友也是那種 隨口隨道 就是我們可能聊一聊 吃飯吃一吃 然後就說你在哪裡 現在可以回家嗎 他就叫他回家 又是回家 回家 就是他在家裡面等他 回家幹什麼呢 然後... 對 症結點是回家幹什麼呢 每次都Call他 結果最後才知道是 他的朋友 黑熊 黑熊 怎麼辦 無敵愛 我們誇張到有一次 我們去看電影 兩個人不見了 去黑熊 找不到人 可是怎麼可能兩個人 同時間去同時間回來 又不是上同一間 而且還滿久的時候 很刺激啊 你確定他們是兩個黑熊 還是在做生意 沒錯 不好意思啊 所有氣 把他朋友帶你走 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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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多話 因為有超級 第一發去的 對啊 沒有生活費啦 妳跟妳朋友說啊 我朋友有... 我跟我們抱怨 就是他怎麼會... 就是他怎麼會這樣 太照三餐給了 妳的同學們 曾經跟妳講什麼 男友的壞話 妳跟男友吵架 妳就跟我講說妳男友 在店裡很花心啊 你男友吵架 所以那個時候是... 他是講小康囉 對 店裡還是有什麼 幹嘛說 什麼的空氣啊 我其實不相信 因為其實你會想像知道 我是從來都不會管他的 所以我不會過問他的事情 那我也知道說在店裡 本來就會有那些 閒雜人等 那客人或什麼 難免會應酬講話 可是講多了 女生就會覺得 為什麼一直有人跟你講 你男友怎樣怎樣這樣 可是妳會覺得 工作是一回事 可是樂在其中 會是另外一回事 真的 沒有 我不是只想換歌 等一下 講多了以後妳怎麼樣 我就開始會怕啊 覺得是不是真的有 那我覺得好像 要去試探性的跟他問一下 比較好 然後我就問問他一次 還是說 聽誰亂講啊 對啊 不是 是誰 去哪裡 對 是誰 一直要問是誰 是誰 然後...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 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譬如說在店裡面對不對 有時候女孩子來 然後我們是老闆 她會講 她一進來會這樣 來 要抱一抱... 正常的 或是... 為什麼要抱啊 這還很正常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抱你這樣 人家主動是要來抱你 主動抱 我不能講歌 妳要抱她 妳要抱她 這什麼 對不對 然後 有時候... 比如說你是我嘛 有些女孩子講話這樣 不過小安哥的工作真的為難 講講...一定會這樣 他真的為難 可是有些人看到就... 有沒有 而且說有的女孩子又喝醉了 東倒西歪這樣子 工作難免 我還背過客人上去的 上去哪裡 就是從以前歐迪 不是在地下室 喝醉 我在把它背上去 然後...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 對我們的行為誤會 不是 我覺得最討厭 誤會是好聽 他用自己的角度喔 去解讀他看到的一切 對 看圖說故事 因為女孩子也讀不一樣 可是好久了 我覺得我還滿成熟的 我都不會跟他吵 我就... 我只問過他一次之後 我只跟他說 他會罵妳張話 對 因為妳會怕什麼 他不是罵我 他是在罵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講 因為他覺得他沒 他就辯解嘛 剛剛我也知道 那叫解釋不叫辯解 解... 但我就... 其實我會想說 他電影的狀況 其實我多少可以了解 所以我只跟他想說 我只希望這個事情 不要再發聲 讓我聽到第二次 那你們今後 還有可能嗎 很難講 我覺得很難講 愛情這個東西 很難講 對不對 來的時候就接受 走的時候也不要強求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今天主題 你既然愛過這個男生喔 不要後悔啦 對 不要後悔 你已經開心過啊 好 那今天就謝謝各位 參加廣播啦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